新鮮出爐的手工餅乾 冷卻後整齊放進塑膠盒裡 再用透明膠帶封唇 唐世政寶寶眼神專注 心思也比一般人細膩 透過庇護工廠的長期訓練下 可以和正常人一樣外出工作 自立生活 這檔母親節不只是銷售 還有我們可以達到送愛的蛋糕數量 其實都影響非常的大 會把蛋糕送給經濟弱勢的家庭 特教生的家庭 然後希望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幫助的人 下面有干了新日期的夜店秘密 母親節擋期庇護商店和知名蛋糕業者合作 推出龍眼花蜜蛋糕 要為心智障礙者及弱勢家庭 募集一萬份送愛蛋糕 但因為疫情衝擊各行各業 加上原物料上漲 募集數量不到四成 唐聖基金會號召民眾一起響應 唐聖基金會底下的愛布洛松 我們有四家庇護商店 那每一家商店都有六到九名的庇護員工 那基本上這些孩子到這邊來 他們就是可以幫助他們自立生活 從即日起到四月底 在各大電商平台都能認購這份愛的禮物 另外還有多款造型蛋糕 手工造商品和零食禮盒可以挑選 送禮之餘還能兼助愛心 幫助弱勢朋友也能溫馨過節 記者邱聖明台北報導